华言经是指章云 和银和鞋 和业和度 过无自信 自信的自体 一切法没有自体 那一切法从哪里现的呢 为心所信 所以 自信 真心 就是万法的离体 所以即是一个 体上没有分别了 向上千差万别 经是指章云 这几句话都讲现象 现象有淫 有血 我们在人道 人道的现象 显现出来了 其他六道呢 不见了 隐秘了 出生道 我们看到是一部分 还有一大部分 我们见不到 只有心底清净 没有障碍的人 我们 隐秘之处 见不到的地方 他们可以见到 心底越清净 你能见到的能量 就越大 现在科学家讲 空间维持不一样 空间维持从哪来 妄想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 所以空间维持 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一入定 空间维持就不见了 定里面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这小顶 大顶 大顶是如如不动 连起心都念都没有 那个顶叫自信本顶 那就是变法界 虚空界 全都看到了 眼 能看到宏观宇宙 能看到 微观尽世界 没有障碍 这就是华言上讲的 四四无碍 没有障碍 六根的能量 本来就是这样的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小 各一张纸都看不见了 一张纸都看不见了 小尘虚拓还 神剑破了 银耳根耳根的能力 恢复了一部分 天银 天鵝 小尘虚拓还 六种神童 它有两个 那天银 这墙壁没有障碍 这墙壁那边是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 住在这个楼层上 上面没有障碍 下头也没有障碍 都能看得见 空间维持突破了 顶功再深一点 二苦 又恢复了连阳神童 踏心许命 别人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 他那个念头才起 我这信息就收到了 许命 知道过去 过去 三五事 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小死 你连现在 连催眠都能知道 但是必须在催眠状态 人得禅定 不需要催眠 什么时候 他都知道 三国定功跟人 他就能变化了 像孙悟空 骑车而变 他有这种能力 他去旅行 不需要车 车马 不需要交通工具 神足通 完全是意念 心想这个地方 地方就到了 他就到了 无需要交通工具 想到上海 人就在上海了 想到哪里 人就已经在哪里 不需要交通工具 阿罗汉 是小臣最高的地位 叫漏尽头 见死烦恼 担惊 超越流道轮回了 这小臣 那我在我们凡夫 迷失了自信 能力完全丧失掉了 闲的我们能看见 隐默的就看不见 闲的我们能听见 隐默的听不见 这是现在讲 光 我们看是要见光 光的波不一样 我们的眼 只能见到这个范围 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 比这个波短的 也看不见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不受 这个光波的影响 各种光波都能看见 那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那耳听也就是如此 这音波不一样 这年科学人 理论都可以讲得通啊 cafe人们的一样了 就像啊 不一样了 那根不一样了 就像这一样了 觉得我以后 这有什么 对象来就像我 就是摇